道路工程结束以后 接下来我们学极始部分第二章桥梁工程了 说当这个道路遇到了河流 或者遇到了障碍物以后 为了保证交通的连贯性 我们就要修桥梁 就要修桥梁 那么这个桥梁 这个桥梁 看好了 进入五年正题考试 考了很多的安理题 尤其是去年 你看考了四十五分的安理题 去年光桥梁考了大概五十分 所以说桥梁当然是我们 整本书最重要的 分值最多的章节之一 刚才前面的道路工程分数也很多 二十来分 但是桥梁工程的分数更多 而且啊 咱们在学桥梁这一章的时候呢 跟前面的道路工程 还要有所区分 前面的道路工程啊 它分数多 而且很多分数呢 是选择考点 选择考点 往往命题的时候呢 理散性更大 书本上任何一个角落 找出来一句话 然后把关键词一抠 就可以作为后面的备选项 让你来备选了 就是一道选择题了 那它这样的理散性太大了 所以说我们前面在学习道路工程的时候啊 基本上是要求大家全面撒网 学的面非常的宽泛 几乎是面面俱到 这样呢 书本上 乖教里面某一句话 你看到了 啊 考试的时候 万一考到选择题了 你看到了 有印象会选了 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注意咯 也仅仅是全面撒网 它不需要学习很深的深度 不需要你去背 不需要你去记 因为它多数是以选择考点的形式来免提 但是 我们桥梁工程部分呢 它是更偏重于案例考点了 所以说 桥梁工程的学习 我们应当是要重点培养了 诶 对这些案例考点部分啊 我们要去深入的去拓展 把它的前后的攻击要求 包括超出书崩以外的一些实操性的要求 我们都要给它延伸拓展出来 要针对这些案例考点部分 重点培养 那就不光是学一个面的问题了 学的深 学的这个深度要深得多 而且呢 有些关键的技术要求呢 是得要记住的 好 那么让你去修个桥梁 你首先得先问我 你让我修的是一个什么样结构的桥梁 比如说这个桥梁有多宽 有多长 是不是啊 然后用什么材料来做 诶 所以说桥梁工程的第一节叫 桥梁结构形式及通用施工技术嘛 现在搞清楚桥梁结构啊 那么在你正式施工桥梁的时候 肯定是从下往上施工嘛 先施工下部结构 包括下部的基础成台桥顿 然后再施工上部结构 是不是啊 上部结构就是这个桥跨结构嘛 叫上部结构啊 正式施工的时候 是先施工下部结构 再施工上部结构 那桥梁工程里面 第四节 还要讲一个管寒和相寒施工 什么意思啊 咱们可以把管寒相寒 看作一种特殊的桥梁构造 后面会讲到啊 单孔跨境大于等于五米 或者多孔跨境总强大于等于八米的 这个寒动 我们就可以啊 默认为是桥梁的范畴了 就可以默认为是桥梁的范畴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一节 桥梁结构形式及通用施工技术 那么这个通用施工技术啊 特别重要 考试经常习惯考案内体 它包括了后面这几个字幕 这四个字幕 都属于是通用施工技术 什么指甲模板的施工要求 什么钢筋施工 混凝土施工 运力混凝土施工 注意 咱学习的时候 要抓住它的通用性 要会举一反三 会灵活应用到其他专业工程中去 也就是说 你不光是桥梁施工 需要用什么模板支架了 你就是建一个楼房 你得要模板支架 也得要钢筋 也得要用混凝土 有时候也要用到运行地嘛 是不是 这些通用技术 不光是桥梁里面能用到 在其他很多专业工程中 它都要用到这些技术 所以学的时候 你要举一反三 会拓展应用到 其他专业工程里面去 因为它应用的面这么广 所以考试会经常考到 而且经常会以 按理题的形式考到 尤其是模板的架势工技术 和运用力的工技术 这两个是一间里面 最喜欢考按理题的地方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字幕 乔梁结构组成一个类型 第一个字幕 本质上 它是属于常识性的内容 就是简单的一个专业数据介绍 或者专业结构的这个介绍 虽然本质上 它属于常识性的介绍 但我告诉你 第一个字幕里面 也隐藏的有一些小的按理考点 比如说 咱们正题考试的时候 就喜欢考这样的按理题 请指出构建名称A是什么 并减数它的作用 它是制作 这是伸缩缝 里面安装伸缩缝装置 这叫背墙 这叫桥台 这叫桥墩 这叫盖梁 桥台两边 这个叫锥形互坡 然后 这个叫桥头大板 一头连接我们的桥台 一头连接我们的路地填土的 叫桥头大板 它是为了平顺的连接桥面和路面 防止路面不进行沉降 导致的错台 是不是 防止桥头跳车 好 这些基本的构建名称要会识别 接下来 我们看桥梁的结构组成这里 桥梁是由上部结构 就这个桥跨结构 是上部结构 然后还包括下部结构 你看这个叫桥墩 盒里面这个叫桥墩 两边靠二边 这个叫桥台 你看桥台 一面要支撑上面的桥跨结构 另一面 还要连接路地填土 是不是 然后桥墩桥台下面的叫蹲台基础 你看桥台下面这个 包括桥墩下面这个叫蹲台基础 下部的基础 是不是 好 这些都属于是下部结构 那么中间这个黑底 这个黑底 我们指的是支作 支作 它就是连接上部和下部结构的传利装置 所以书上在描述支作的时候 要赋予它两个方面的功能或者作用 你看支作 首先是连接桥的上部与下部结构的 它是一个传利装置 要把上部的赫载 你看 要把上部的赫载 中间的下船 是不是 它是连接上部与下部结构 它是作为中间的一个传利装置 然后呢 它还要允许桥跨结构产生一定的变位 也就是说 这个支作呢 它是一个柔性的系统 它要允许桥跨结构之间产生相对的变位 就这个意思 震动啊 变位啊 好了 那么 附属设施里面 包括桥面系的什么桥面铺装啊 什么防排水啊 包括栏杆防撞护栏 什么灯光照明 伸缩缝 比如这个玩意 伸缩缝 这个伸缩缝的作用 也是为了 要保证两个两板之间 产生相对震动危机的 就是我们讲的 好像你去坐火车 两节火车中间那个连接装置一样 两节高铁中间那个连接装置一样 要允许两节车厢产生相对震动 危机变形 是不是啊 这就是伸缩缝装置它的作用 就像我们去坐高铁 两节高铁车厢之间的连接装置一样 好 桥头打板 比如说我们刚才给你列举的 它一端打在桥台上面 另一端连在路面上面 平顺的连接桥面和路面嘛 防止路机不均沉降 导致的错台 它要保证行车的平稳 防止桥头跳车 然后 追行湖泊 你看 两面桥台 靠近岸边的 两边两侧 这个地方 会有追行湖泊 会有追行湖泊 还包括这个叫背墙 这叫背墙 你看 我给你补充这个图 如果本身它是一个勒板式的桥台 你看 那这个叫勒板 下面这个是基础嘛 它是用的扩大基础 这边用的是装基础 那基础上面这个叫成台 成多上面的桥墩的嘛 这是柱式桥墩 是不是啊 这个叫耳墙 耳朵一样生出来的 那么 这叫背墙 两板的这个端头 这个背面这个地方嘛 叫背墙 是不是啊 然后上面这个是盖梁 你仔细看哦 你看 两端这个地方 你看 两端这个地方 这叫防震挡块 防震挡块 它是要把这两板呀 给它正好卡估在中间 防止两板 防止两板之间 产生震动位积的 哎 它把两板卡固在中间 就好像我们读高中的时候 住校 你住校的话 那个上下铺 床铺边缘 会有这个护栏一样的 是不是啊 把人卡在中间 防止人从床上面掉落下来嘛 那这个防震挡块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把两板卡固在中间 防止两板产生相对的震动位积 好 这些基本的构建名称 大家要能识别 要能识别 接下来相关 常用术语 这些相关的常用术语啊 也就是我们经讲课程 能够带大家稍微识别一下 一片头过去了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去特别的花什么心思 就大概识别一下 知道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第一个 桥梁的净化镇 什么叫净化镇呢 咱们字面意思解读一下 净 是指的净化镇 是指的净距嘛 所以说它指的是 桥墩的外表面之间的净距 桥墩的表面之间的净距 当然是叫净化镇了 然后 计算化镇 请你看你的书本 书本上有一大段文字解释啊 我这边铺展不开了 这个页面 PPT页面有限 什么叫计算化镇呢 计算化镇 书上说啊 对于梁氏桥而言 它的 制作中心的距离 叫计算化镇 好了 如果回到这幅图 我给你画一下 什么叫计算化镇 看你能不能理解 计算化镇指的是 这个制作中心 到这个制作中心 制作中心之间的这个距离 叫做计算化镇 能明白吧 对梁氏桥而言 它指的是制作中心之间的距离 叫计算化镇 而进化镇呢 指的是乔顿的外表面之间的 近距 叫做进化镇 叫做进化镇 是不是这样 但我告诉你哦 实际真正考试的时候啊 它很少用到什么进化镇 或者计算化镇 考试的时候啊 比如一个安提背景描述 它就会直接讲说 某一个桥 比如说呢 它的跨镜是20米 直接讲某个桥 跨镜是20米 此时 它没说到底是进跨镜 还是计算化镜 它就光讲某个桥 跨镜是20米 怎么办啊 你告诉我 它这个跨镜指的是什么东西啊 安提背景经常会讲描述啊 说某一个桥 跨镜是20米 或者跨镜是多少米 它又没具体说 是进跨镜 还是计算化镜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此时 这跨镜两个字 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它如果光讲跨镜两个字的话 既不是表达进跨镜的意思 也不是表达计算跨镜的意思 它表达的一律 我们都默认为指的是标准跨镜 书上没有的东西是吧 什么叫标准跨镜呢 请大家仔细听我讲一下 它是指的桥墩的中心轴线之间的距离 这叫标准跨镜 听明白了没有 如果说背景描述中 光讲的某一个桥跨镜是多少 它没标明是基上跨镜 还是进跨镜的话 它光讲跨镜两个字 那此时我们一律认为 它指的是标准跨镜 什么是标准跨镜 是桥墩的中心轴线之间的距离 是标准跨镜 大家能把标准跨镜和计算跨镜的区别找到吗 能不能找到区别 计算跨镜 指的是我们的支座中心 支座中心之间的距离 叫计算跨镜 是不是啊 而标准跨镜是桥墩的中心轴线 桥墩的中心轴线之间的距离 叫做标准跨镜 那我如果讲的更直白一点 一般情况下 标准跨镜是要大一等于计算跨镜的 是不是啊 一般情况下是这个样子呀 诶 这个时候 我们的很多实操性的案例就容易解决了 当你把标准跨镜的概念搞明白以后啊 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比如说 安地毕竟描述 说有个简直桥梁 它是七乘二十米的简直桥梁 请你告诉我 什么叫七乘二十米的简直桥梁啊 他就是想告诉你 这个桥有七跨 然后每一跨的标准跨镜是二十米 那么整个这个桥有多长啊 就是二十乘以七等于 总共这个桥长 一百四十米 是不是啊 这是最基本的实操性考点 要能够把这个题目读懂啊 有个简直桥梁 它是七乘二十米的简直桥梁 那什么叫七乘二十米的简直桥梁啊 就是想告诉你 这个桥有七跨 每一跨的标准跨镜是二十米 而且这个标准跨镜 每一跨是二十米的话 就近似的表达了 这个上面的这个上部这个两体 每一节两体的长度 就近似的等于是二十米 你看标准跨镜是 桥顿的中心轴线之间的距离嘛 它就近似的表达了 这一跨上面这个两体的长度 每根两体的长度 大概就是二十米一节 就这个意思 好 标准跨镜的概念 我希望你能够弄明白 接下来 再看其他的 总跨镜 什么叫总跨镜呢 很多学员啊 对这个概念有误解的 你看书本上 总跨镜是指各孔的近跨镜之和 你看 下面这个各孔的近跨镜之和加起来 各孔近跨镜加起来的 总和叫总跨镜 它想表达的是桥下的总的过流断面 或者桥下的指总体的泄洪能力 啊 总跨镜 桥梁的高度 那还不好看吗 桥梁高度 从桥的这个上表面 到这个滴水位之间 整个这个距离就叫桥梁的高度嘛 然后桥下近空高度 就是桥下的通行近空嘛 它指的是从我们的上部结构的底板 到通行水位之间 这个近空的这个高度距离嘛 它指的是桥下的通行近空嘛 叫桥下近空高度 拱轴线 对于拱桥而言 你看这个须线 中间这个轴线须线 就是拱轴线嘛 建筑高度 是指的 你看从桥的上面板 到这个桥化结构的底板 中间这个距离 叫建筑高度 我们近似的就可以看作是 上部结构的厚度一样了 是不是啊 你看它从桥面 表面 上表面到下表面 中间之间这个距离啊 那可不就是相当于是 上部结构的厚度一样嘛 建筑高度 然后近施高 什么叫近施高 它是针对拱桥而言呢 近字表达的是表面距离嘛 你看啊 是从拱顶的底表面 到拱角 拱角表面之间连线的这个距离 你看啊 这个距离叫做近施高 看明白没有 从拱底的 从拱顶的这个底面 到我们拱角外表面之间连线 这个距离 就叫近施高 那什么叫计算施高呢 计算两个字 代表的是轴心线之间的距离了 你看啊 只是从拱轴线 你看 从这个 拱轴线 然后到我们的拱角轴心线 连线之间的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叫计算施高 能看明白吧 近施高是外表面之间的距离 计算施高是轴心线连线之间的距离 什么叫施距离 是计算施高比上计算距离 你看啊 施距离指的是 你看指的是 用计算施高 用计算施高 比上 比上这个 计算距离 计算施高比上这个 到这个中心这里啊 计算施高比上计算距离 叫做施距离 你注意 看你的书本的文字解释部分 他说的是啊 施距离能够反映拱桥的承载能力和收力特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比如说 我随便画个图 举个例子 说有一个拱桥是这样的 这是一拱桥 然后呢 第二个拱桥是这样的 这是二拱桥 那请你告诉我 一拱桥和二拱桥 你就这样看起来 哪个拱桥承载能力更好 顺利特性更好啊 告诉我 就看我画这个图 一拱桥和二拱桥 就你直观的判断 看这个图来判断 你说一拱桥或者二拱桥 它的哪一个 一还是二 它的收力特性更好 承载能力更好 一拱桥和二拱桥 哪一个收力特性更好 承载能力更好 我光看图 我也知道 肯定是二拱桥 收力特性更好 承载能力更好啊 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啊 你想想 一个一个木棍 你要弯成这样的话 你压就把它压扁了 压平了 如果说你鼓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压 它往下传进赫仔 直接把赫仔传到地下去了 是不是 那肯定二拱桥 能成是更大的赫仔嘛 因为一拱桥 它本身拱起的幅度太小了 一压容易把它压扁掉 压平掉 是不是 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 你感受一下 肯定是这样嘛 所以说 你就光从图上看起来 肯定是二拱桥的承载能力 收力特性更好 那我如果用我们书面上的理论知识解释一下 科学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二拱桥它的收力特性承载能力更好呢 因为二拱桥的实跨比更大呀 是不是啊 你看实跨比的概念 是不是用计算石高 它更高啊 比上计算跨度 是不是啊 那显然二拱桥的实跨比更大嘛 你看一拱桥 用计算石高就这么一点大 比上计算跨度 那显然一拱桥的实跨比小于二拱桥嘛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讲 实跨比能够反映拱桥的顺利特性和承载能力啊 所以说你看看 一看图就明白了 你看二拱桥肯定承载能力更好 因为二拱桥实跨比大呀 能够承受跟它的核载 不容易被压扁 是不是啊 好 喊洞 我们讲啊 多孔跨境总长 比如说啊 比如说有好几个拱 然后呢 这个动画境的总长 小于等于八米的 不到八米嘛 或者说 单孔跨境不到五米的 哎 单孔跨境长度小于八米 动画境总长小于八米 或者单孔跨境小于五米的 我们就称之为是寒洞 那反过来 如果动画境总长达到八米了 或者单孔跨境已经达到五米了 可是像后面有个表格你就发现了 一般如果单孔跨境大于等于五米 或者动画境总长 整个总长大于等于八米的话 就可以近似的看作是桥梁的范畴了 后面会讲到啊 好 接下来我们其他的分类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桥梁啊 如果说按照收拟特点来分的话 分成了梁桥 拱桥 钢架桥 还包括悬索桥 组合桥 这两个就可我自己了解一下 一般考试 偶尔考选择题 然后考到这个程度 就差不多了 我们看他的一些关键描述 说什么叫梁式桥 你看我这幅图 它指的是 数项核载作用下 无水平反例的 我们在数项核载作用下 梁式桥 它主要是梁类受弯 就是它被压成这种趋势了 是不是啊 这个部位容易断裂 受拉严重嘛 是不是啊 那么 所以说 在同样跨境条件下 梁式桥 它的梁类弯距 是最大的 讲得更直白一点 在同样跨境条件下 梁式桥 是最容易被一家断的 梁式桥 梁类弯距最大 拱桥 看我这幅图 拱桥 它是 承重结构 是拱圈或拱类 你看这吧 承重结构主要是这个拱圈嘛 它是上部 贺载 最用下 贺载 沿着拱圈 往下传递 你看 上部贺载 最用下 贺载 沿着拱圈 往下传递 等传递到拱角部位的时候 会形成水平方向的推力 所以说 这种拱桥 是竖向 贺载 最用下 桥顿桥台 承受水平推力的情况 这个特征 不正好跟梁士桥 相反吗 梁士桥 是树向 赫载 这种下 无水平反力的 它主要是 梁士桥 两列会产生弯具 是不是 而拱桥 在树向 赫载 这种下 会把贺载 化解为 水平和树向 的两种 是不是 所以说 拱桥最大的特点 是树向 赫载 这种下 桥台 为 承受水平推力 而且 拱桥 承重结构 是以 受压 为主的 所以说 我们古代 那个拱桥 很多都是 石头块 垒起来的 因为石头块 有足够大的 抗压强度 而拱桥 主要是 以受压为主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 钢架桥 什么钢架桥 我们看 它设立状态 是介于 两条拱桥之间的 看我这幅图 钢架桥 又叫门架桥 像个门架一样 又叫门架桥 那么 我们就单从形状上看 它又像拱形的拱桥 又像梁式桥 是不是 所以它受力 是介于 两条拱桥之间的 具体描述 你看书本上 说 在树像 核载自用下 它既有拱桥的特征 就是 两列产生弯距 又有两条的特征 就是在柱角部位 会形成水平反例 这就是我们的 钢架桥 它是既像拱桥 又像梁桥 收力是介于梁桥 拱桥之间的 树像和它 这种下 两类机场的弯具 又会在柱角部位 形成水平推力 或者水平反例 好了 接下来 既然搜索桥 你好 既然搜索桥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锁塔 这是锁塔 然后呢 这个部分 叫竹篮部分 叫竹篮 叫竹篮 从竹篮悬下来 一根一根的雕锁 你看从竹篮上面悬下来 一根一根的雕锁 你用这个雕锁来雕住 我们的桥花结构 雕住下面的这个 桥花结构 是不是啊 这种旋锁桥呢 它是结构 自重比较轻 构造简单 受力明确 能够以较小的建筑高度 就是这个 两板结构比较薄啊 建筑高度 比较相当于是两板的厚度嘛 能以较小的建筑高度 经济和你的修建 大跨度桥梁 这是旋锁桥的特点 它自重轻 结构简单 受力明确 很美观 然后呢 由于它自重轻 刚度差 自重轻嘛 所以说 在车辆 核载和风 核载 这种下 容易产生 较大的变形和震动 我们这里面 有很多搞工程的 我不知道大家 过去两年 有没有关注到 一个新闻 当时新闻放的是 广东的虎门大桥 说虎门大桥啊 产生了风筝的现象 就当时咱们网上拍视频 拍出来看到 那个大桥哗啦哗啦 波浪一下 震动的很明显 从视频上来看 这个虎门大桥 是连通到东莞 那个地方呢 我走过的这个大桥 当时我还特别拍了照 它就是旋锁桥的 这种形式嘛 因为这种旋锁桥 它本身自重轻 刚度差呀 所以说车辆 组上去以后 容易产生共振现象 容易频繁的震动 然后呢 在风赫载的作用下 也容易明显的摆动 这是它最明显的特点 好 当鞦韆一样嘛 本身这个绳子 就像鞦韆一样 是不是啊 当鞦韆一样 组合体系桥 可能是有不同的体系 组合成的 什么连续缸钩 什么两拱组合 等等 斜拉桥也属于是这种 组合体系桥的一种 好 接下来我们看 20年的二件 考了一道单选 它主要就是把 刚才这些描述啊 可能某一句话 作为选择词的选项来出现 让你判断是否正确嘛 那么问你 拱桥的承重结构 是以什么为主 拱桥 承重结构 是以什么为主 这不很简单吗 所以是不是啊 拱桥主要是以 受压为主 你就想着 古时候的拱桥 都是大石头块 雷起来的 那石头块 不是有足够大的 坑压强度吗 是不是啊 好 往后再看 持大分的方式 刚才是按照什么 受力特性 分成什么 两桥拱桥 钢架桥 根据跨径来分的话 大家注意看这个表格 说按照桥梁多孔跨径总长 或者单孔跨径来分类 注意了 他只讲跨径两个字 他没说到底是什么 净跨径还是计算跨径 此时怎么办 告诉我 你看这个表格 他光讲是根据跨径来分 他又没说是什么 黑了吗 持大黑了没有 喂 他光说是 桥梁的跨径 他没说是净跨径 也没说是计算跨径 你说此时怎么办 诶 此时当然表示的就是标准跨径 此时当然表示的就是标准跨径 注意哦 标准跨径啊 那么这个标准跨径 大家看好 怎么对桥进行分类 分成了特大桥 大桥 中桥 小桥 我请你 我请你 我求你 把它们记住 当然这些都记住 我有点不近人情了 我再给你区分一下 我请你 我求你把大桥的跨径给记住 可以吧 你看看 四个让你记一个 这不简单吗 是不是 为什么叫你把大桥记住呢 因为大桥是点金之笔 你把大桥记住了 比这个跨径更大的不就是特大桥吗 比太小的不就是中桥吗 小桥就很少考到 你就不用管 知道吧 所以记住大桥 基本上这个表格考到知识点就能解决掉了 而且它是可以用作按理考点的 在19年的一件事证就考到按理题的 今年的二件事证就考到按理题的 恰好我就让学研记住大桥 而且今年的二件事证就考到大桥的范围 就这么深 就这么深 那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看大桥 它指的多孔跨径总长是大一等于一百 小一等于一千米的 或者半孔跨径大一等于四十 小一等于一百五十米的是大桥 是不是 接下来我的问题来了 同学们请听题 请听题了 说有一个简直桥梁 它是七成二十米的简直桥梁 好了 接下来请你告诉我 按照跨境分类 该桥是一个什么类别的桥梁 请告诉我答案 题目很简单 听懂了吧 说有一个七成二十的简直桥梁 现在请问你 该桥的分类属于是什么类别的桥梁 你看很多人要出问题了 很多人要出问题了 首先 什么叫七成二十里的读懂啊 七成二十表示的是 这个桥有七框 每一框的标准跨径是二十米 就是单框跨径是二十米嘛 单孔跨径是二十米嘛 你要光看单孔跨径二十米的话 你看二十米 它当然属于是什么 属于是中桥了 你从单孔跨径上看是二十米嘛 是中桥嘛 但是你看人家有七框呀 每一框都是二十米 表示这个桥总长有多少啊 总长是不是二七一百四十米啊 那你一看总长 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大一等于一百桥一等于一千的总长啊 所以说它属于是什么 大桥的范畴 这时候学研究犹豫了 你看如果我只看单孔跨径的话 它属于是中桥的范畴 而整个总长又属于是大桥的范畴 它两个判断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怎么办呀 两种判断的结果不一样 你说怎么办 我们当然有个叫就中原则嘛 就中原则 此时这个桥 我们认定它为什么 大桥 是不是啊 就中原则 别小看哦 要用单孔跨径和冻花径总长分别来判断 然后谁严重 取谁为标准 明白吧 叫就中原则 好了 这样呢 我希望你把大桥的跨径记住啊 我再前调一遍 大桥的跨径你一定要记住 然后按上部结构的行车道位置来分 你看行车道 如果行车道在主拱上面的叫上城市桥梁 如果说行车道在主拱中间的叫中城市桥梁 如果行车道在主拱下面的叫下城市桥梁 当然了 这个很直观了 书上的分类方式有好多种 比如说按照什么建筑材料来分 按照什么用途来分 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类 那么其他的分类方式啊 就大家客户自己看书的时候 自己第一遍看书的时候 把整个看一遍就行了 咱们呢 客户上就不再多浪费时间了 好 我来再来一道题目 19年的二键考了一道单选 问你多孔标准跨境总长为500米的桥 问你属于是什么桥的范畴 告诉我 选什么 多孔标准跨境总长 问你是500米的 多孔标准跨境总长为500米的 问你是 什么桥 那很显然 属于是大桥的范畴 请跟我一起把大桥的跨境 来回味回顾一遍 大桥指的是多孔跨境总长大于等于100 小于等于1000米的 或者单孔跨境 大于等于40小于等于150米的 他叫大桥 是不是 比他还大的叫特大桥 比他小的叫中桥 小桥很少考到 你就几乎可忽略 好吧 把大桥的跨境一定要记准 我说了 记准其实很简单 就需要你课后这样默写一下 写完以后对照书本 然后再一改正 一看一遍 马上就记住了 这种东西记住是很简单的 好 大桥 往后再看